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派王传军到张军宁 再到故事中的其他主演 演绎的都非常动人心弦 且贴近生活 而张军宁在这部影片中的哭戏 更是直接冲上热搜 一滴眼泪直接杀疯了 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 瞬间就让观众共情泪目 影片中有一段张军宁饰演的小童的母亲李涵 看到女儿被霸凌后 一系列的情绪演绎之后 观众给出了评价 这个演技无敌了 张军宁的这段演绎让小编想到了2月份刚刚上映的第20条 影片中赵丽颖饰演的聋哑母亲 在受到欺凌后极力表达自己情绪的神情时所呈现的无力感 两位母亲的情绪演绎都非常到位 那么谁饰演的母亲更加催人泪下呢 莫杀张军宁的哭戏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张军宁的哭戏 张军宁饰演的李涵氏学校一位普通的校工 是影片中被欺凌的受害女生小童的母亲 她将哑巴女儿送进尖子班 期许她有美好的未来 却没想到最先看到的是女儿被霸凌的模样 再见到女儿被粘在墙上那一刻 眼睁睁地看着被人当作创作的工具这场戏时 张军宁的表现是 就算不能歇斯底里 在第6秒时用表情诠释了什么叫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 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 泪水却瞬间勤满眼眶 将心疼 愤怒 震惊等情绪通过这双发红的眼睛 向观众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敢相信 自己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 被欺负成这样 满眼的心疼 她即立刻置住自己内心的情绪 嘴角抽搐 心疼地直掉眼泪 演艺极度克制的悲伤 不想让女儿看到她伤心的模样 强忍着低下头紧握女儿的手 然而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最后她忍不住低头暴哭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憋到轻筋暴起 可想而知 当时的心情又多么悲痛 挂着泪水 抬头看向女儿 在看向女儿的瞬间 强忍着悲痛 露出笑容 最后的笑容让人破防 哪怕这个时候导演喊停 张军宁依然沉浸在角色里走不出来 真的给人看痛了 真没有一句台词 但演出了苦难无声却之耳欲聋 把心碎演绎的淋漓尽致 情绪感染力超强 光是看花絮就已经感动到不行 这一刻简直虐麻了 观众的眼泪也开始不值钱了 让人窒息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自己手心里长大的女儿 被欺负成这样 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刻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让人窒息的无力感 她把一个母亲的真情实感 全都演了出来 这一段可以说是演技炸裂 没有一句台词 眼眶通红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但是还要假装镇定安抚女儿 其实内心早已心如刀角 然而网友对这一段的演艺 却褒贬不一 有网友赞叹张军宁的演技 三秒就可以搞哭 也有网友说给她看类目了 但有的网友却说 张军宁这段演得太平静了 真正的母亲会疯的 或许张军宁想演艺的并不是平静 而是猛地说不出话的无力感 看到女儿被凌虐成这副模样 她最想想到的是 如何帮女儿清理胶水 亲手为女儿剪断粘在一起的头发 像是剪在了张军宁心上 而张军宁在拿剪刀剪头发时 那的手部颤抖的细节 也演出了李寒内心的悲痛和愤懑 在这种情况下 情绪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张军宁无台词的演艺 能让人感受到一位母亲最隐忍的痛 第二是赵丽颖的哭戏 而赵丽颖在春节档的第二十条中 演得同样是一位被迫害的母亲好秀萍 只不过她在影片中是真正的听障人士 所以本身就没有台词 即便如此 赵丽颖还是贡献出了她风神的演技 厉害的是好秀萍一出场 一句台词没有 观众眼泪直接流出来了 一出场观众就忍不住哭了 太难受了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设 与赵丽颖本身的反差感 另一方面是好秀萍是个龙亚人 那种不能开口说话 又急着快要崩溃的情绪演得很好 面对人贩子拐走她的孩子 她焦急地飞扑过去 嘴里不停地呜呜叫着 她把一个母亲年对孩子要被伤害的真实感 给完美诠释了 她演出了龙亚人发不出声音的无助感 就连结后余生的慌张 也害怕也毫无表演痕迹 她找不到女儿时 好秀萍情绪失控 非常焦急 眼神里有恐惧 有无助 有焦急 随着这种心情的加剧 动作幅度也越来越大 她不断地使用手语笔画 希望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可以说那种龙亚人想说又说不出的无力感太真实了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母亲的绝望和焦急 在被村里恶霸气辱后 好秀萍衣衫不整走出来那的镜头 更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这段破碎感十足的哭戏 让无数人共情 对手戏演员潘冰龙也受到感染 表情肉眼可见的心碎 赵丽颖凭着这精湛的演技 成为了全片最大的亮点 很多不熟悉赵丽颖的观众也说 因为这部戏才get到她的演技 被逼上天台 绝望的这一刻 她内心有愤怒 有恐慌 她同样演出了苦难无声 却震耳欲聋 这种眼中含泪争吻的样子 更能把好秀萍的苦难表达的更真实 张军宁和赵丽颖 这两位在演艺圈颇具盛名的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演技早已深入人心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在众多作品中 他们分别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角色 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演技魅力 首先来说张军宁 她在某部作品中的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 那种隐忍的痛 仿佛刻进了她的骨髓 作为一个母亲 她在剧中没有保护好 自己心爱的女儿 那份无助和愧疚感 被她演艺的淋漓尽致 每当她流露出痛苦的眼神 观众都能感受到 她内心深处的挣扎 可以说 张军宁的演技在这部作品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让人为之动容 而赵丽颖的演技 更是让人折服 在某部剧中 她挑战了一个聋哑人角色 将一个有苦难言的底层 听障人士刻画得栩栩如生 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动作 和丰富的表情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 展现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遭遇不公和误解时 她闹无助的眼神 和倔强的嘴角 让人忍不住为之心疼 赵丽颖凭借这个角色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 两位演员的演技各有特点 赵丽颖的表演更加接地气 真实感人 让人产生共鸣 而张军宁的演技则略显浮夸 更适合电影场景 但这并不影响 他们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反而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 各具特色 总之 张军宁和赵丽颖 都是我国影视界的瑰宝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精彩的作品 在未来的日子里 期待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为我国影视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正所谓苦难无声 却震尔玉龙 你更喜欢哪位女演员的演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假实际观点准转发 可挡的视频 希胎